不久前 有人在高速路上发现一辆轿车的右后轮不停地弹跳 但车身却相当平稳 似乎并没有影响司机的心情 在另一条高速上 一辆SUV的左后轮也同样在持续蹦跳 于是有人猜测是轮毂变形导致轮子跳动 也有人说这是减真气失效引起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名好奇的车友为了仔细观察这一现象 便在公路上搜寻那些可笑的汽车 突然后视镜里出现一辆拖拉机并不断接近 开启发现 这竟是一辆安装涡轴发动机的高速型拖拉机 患有路怒症的车友顿时怒不可遏 踩下地板油开始静速 而拖拉机只轻微动了动方向 就将身小力亏的轿车别上路间 在剧烈的颠簸中 轿车被迫减速 拖拉机司机呵呵一笑轻踩油门 在轰鸣声中拖拉机骤然开头加速 扬长而去 这时车友突然听到右后轮发出噪音 原来是轮胎在路面上快速跳动起来 但除了噪音增大 汽车开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 原因是刚才剧烈颠簸造成右后轮的减震器失去密封 液压油漏了个金光 虽然悬挂失去了阻尼 只靠弹簧支撑 但小轿车重心在四轮对角线焦点的前方 因此取掉任意一个后轮 重心都会落在另外三个轮子构成的支撑面内 即使变成三轮车也能平稳行驶 但就算没有减震器的阻尼 当轮胎遇到路面扰动弹起来时 也会被轮胎和弹簧的形变消耗动能 应该是越弹越低 最后贴地滚动才对 这显然和轮胎持续跳动的情况不符 为了进一步研究 先让该车静止 发现弹起的轮胎下落触地中会通过压缩行变 将动能转化为空气的压力使能 推动它再次弹起 由于轮胎动能随弹跳消耗 因此静止状态下 轮胎的跳动无法持续 但以一定速度滚动时 轮胎遇到扰动弹起后撞击路面 就会同时受到地面压力和摩擦力的双重作用 使轮胎的接地面被压力推动 向内运动 同时又被摩擦力推动 相对车身向后运动 这造成轮胎接地部分的挤压程度 比车辆静止时更大 因此轮胎压缩 向里面的空气补充了压力 减真气失效时能维持住弹跳高度 可见这种后轮蹦跳式汽车 其实是利用轮胎里的空气 来储存地面摩擦力做工 然后释放能量推动轮胎弹跳 根据这一原理 分段拼接 泡膛分为两极 尾段口径较粗 长度较短 里面装着一个柱状活塞 活塞前方的空腔填充轻质气体 一般是氢气或氦气 后方安装发射药包 药包起爆后 燃气迅速膨胀推动活塞前进 压缩轻质气体 活塞接近止点时 气体的压强已达到大约100兆帕 但活塞速度 只活塞刹车 并在轻制气体中制造高强度激波 在爆破片的燃气还来不及和轻制气体混合时 波面就已到达一二级之间的密封片并将其撕碎 于是压缩气体释放能量 推动二级炮塘里的小弹丸前进 由于公制气体的惯性很小 膨胀时弹丸异端的气压能维持很低的衰减 使弹丸获得较大的平均推力 同时弹丸前方抽针空减阻 最后以大约每秒7600米的速度击碎炮口密封片出塘 直接进入地球近地轨道 可见 无论是用燃气和活塞来压缩轻制气体 还是用摩擦力和轮胎外皮 都可能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